不环境,新型冠状病毒还是比较脆弱的,不耐高温,56度摄氏度,30分钟就可以杀灭病毒,而且75%的酒精、84消毒液都可以杀灭病毒,所以冠状病毒是害怕开水的。 如果你怀疑有一些物品受到污染了,可以使用高温消毒的办法,例如抹布、筷子、餐具等耐高温的东西,可以使用煮沸的方法来杀灭病毒。 衣服也可以说使用高温的水来清洗消毒,但是以下的一些做法是不可以的或者不对的。 例如有人说我多喝热水,喝60度左右的热水,可以杀灭冠状病毒吗? 有人说多洗热水草,可以杀灭冠状病毒。 有人说我要去蒸桑拿,高温桑拿,可以杀灭冠状病毒。 甚至有人说我要多烤火,用垫炉子,垫热毯,这样可以杀灭冠状病毒。 这做法不是不对的,没有可能。